大脚新讯息 现在是人类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了 你们好 我们是大脚新理事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 我们对你们这些以人类形态存在的人 怀有极大的慈悲 因为我们知道 你们在那些物质身体中 有多少种不同的方式来体验痛苦和折磨 你们确实有能力在单一的仪式中承担这么多 因为你们真的很强大 因此 如果你们想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强大 只要看看你们在这一生中 给自己带来的所有挑战 你们就会开始有所了解 要想知道自己的力量 你们首先必须有需要去克服的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你们已经是大师 你们也不会化身为人 去过一世完美无忧的生活 你们化身为人 是为了遇到阻力 掉进陷阱 面对必须跨越的障碍 这些都是为了向你们展示 你们到底有多么强大 当你们感觉自己并不那么强大 你们蜷缩在地上狼狈不堪 痛哭流涕 表现不佳的时候 正是你们最需要慈悲的时候 我们还有其他在更高疆域中的存用和集体 都会激因你们这种慈悲 当我们感受到它时 我们就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 当我们为你们提供爱和支持时 我们就会在体验层面上 理解自己可以做到多么有爱和支持 因此此时此刻 无论发生什么 每个人都在完美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我们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从真正的慈悲使者 转变为帮助你们触及到更多你们内在力量的人 我们邀请你们大家感受自己的太阳神经从脉轮 并将你们的呼吸带入这个脉轮 这样你们就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了解自己的力量 然后当你们受到启发要采取某种行动时 你们就会从自己的实力大本营出发来采取行动 现在你们已经准备好迈向自己行使大师之道的生活 你们已经体验了所有你们本该体验的情感 面对了所有你们为自己设置的挑战 现在是你们获得力量并掌握大师之道的时候了 我们知道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唯一的问题是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自己准备的有多充分吗 你们知道自己有多强大吗 你们是否明白 你们是置身于所有挑战之中 存在于一副血肉之躯之内 来体验自己的大师之道的大师 我们将继续向你们展示并指出你们力量的方向 因为这是我们在第九维度实现我们的目标 完成我们的使命的另一种方式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我们在第九维度实现我们的目标